詞曲 李宗盛 最最感動的信息 我們都有的 多好啊 可以自由地去往想去的地方 在天黑之前抵達自己的夢想 讓你對對過過 促喜歡唱 多好啊 可以陪著你一起度過那漫長 在漫長的路上因為有我 而幸福於是我 我們多好啊 多久沒有注意 要忘掉在心上的感受 來吧 笑一笑笑一笑 笑一下笑一笑 別弄得跟遺體告別似的 我只是不幹這份工作了 離死還差得很遠呢 立東哥 我們都捨不得你 捨不得你 我知道 我也捨不得你們呀 哥哥 你怎麼能這樣對人家呢 這麼突然說走就走了 你有什麼不滿意的 你跟人家說呀 喜歡哥不是你的錯 誰讓東哥這麼瞞呢 我也不願意離開這兒 可是大妹子 我告訴你 再待後院就該起火了 起火了 找得大嗎 你上班的時候 別再老偷吃零食了 你能不遲到的時候 就別遲到 還有你 什麼毛病 微笑 微笑 對對對 顧客是什麼 顧客就是上帝 上帝對我們來說是什麼 就是玩你 玩你 你們都要微笑 東哥 永遠都要記住你那句話 解氣哪有生活重要 感謝 謝謝 vite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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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 不用擔心 再見 再見 贴啊 死了 死了 这也差不多 老哥你放心啊 我养你 我终于实现了我人生当中的目标 当了一个小白脸 高兴了吧 那当然了 这样我心里踏实啊 你踏实我就不踏实了 我还得抓紧时间找工作呀 我听你话这意思 你好像有点不太高兴了 你不觉得那儿美女多啊 不舍得呀 你看看 你瞎说什么呀 美女再多也不如我老公漂亮 对不对 你就别考验我了 我是一颗红心向着你 喂 妈 你看这个好好的一份工作 你干嘛说辞就辞了呀 没有多好 再找一呗 你现在说没有多好了 那当初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说我是一大经理 我手底领导着十号几号人呐 那是不是你说的 你不能什么事都眼高手低 知道吧 爸 这也不能怪立东 他那工作呀也确实不适合男人做 怎么呢 不是 之前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阿姨给找那个是个美甲店 不是说是一个经理吗 是个经理 就是一个店面的小招待经理 别说了 辞都辞了 其实啊 也甭管是多大的店 也甭管多大的经理 是吧 他总算是一个正经工作 不能够不声不响地说辞就辞了 爸 因为二姨要是来电话不好说 这亲戚之间的没法交代 爸 其实不能怪立东 是我不让他干的 他也过不容易的喽 我不想让他受委屈 没你什么事 是我自己不想干的 爸 我二姨来电话怎么说不了啊 你直说我给你丢脸不就完了吗 那沈立东啊 你要是这么说 你还就是给我丢脸了 你别管 我跟你说啊 从你带岗那时候起 我有好多话想说我就一直没说 你知道吗 你说咱们家 从小对你那是重点培养 是不是 你看你现在 学习学习不如你妹妹 工作工作不如你妹妹 你七尺高音汉子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 你哪把给我们生一孙子呢 你也算是有个交代 爸 你说这话有意思吗 到现在你都怪我了 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实验的牺牲品呢 你这孩子 儿子 你少说两句吧 我为什么不说啊 我要不说你们就意识不到 行 行 你让他说 你说 我说了就说了 我从小到大 哪一条路不是你们规划的 本来我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你们就是不让我去外地 毕业了 我满腔热情地找工作 结果呢 你们给我找了一个出版社 说是铁饭碗 这铁饭碗有什么不好啊 是铁饭碗啊 可是专业上一点都不对口啊 现在没工作了生不了孩子 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到这份上全是咱俩的错了 你看这儿子 爸妈都是为了你 做什么不都是希望你能更好吗 我知道你为我好 妈 我谢谢你了 我现在才明白 什么父母的爱都是无私的 那都是瞎扯 你们付出的一切 哪一点不要求我有回报 你这孩子怎么回 给我安排了工作 就盼着我飞黄腾达 天天给我煎药 就盼着有孩子 现在没一样能成的吗 你们觉得你们付出的一切 都泡汤了 你们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 我更接受不了 他这是一个当儿子 应该说的话吗他 细口老审的别说了 那 文文 我问你一下 你上回跟我说 那个事到底行不行 那行 我同意了 你别问那么多了 我回头再告诉你 好 就这样 老公 你干嘛不跟他们说 是我不让你去的 我 les declined 给我招开 你们什麽 我是哪儿啊 那怎么说 记得这么有点 坑一下 都给我拄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咱们得先收拾这个婚礼场景的布置吧 灯光 灯光得算钱吧 咱们全都给它换成紫光 神秘啊 浪漫哪 音响 视频 这些播放都得是专业的 亲友的胸花 桌花 百花 还有咱们再设计一个十米的鲜花葫芦 什么才是重点 新娘得漂亮啊 是不是 所以跟装一定得是最好的 两个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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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 打扰一下 那个 是这样 您跟我们说的这些吧 我们都不太懂 听不明白 您 您要不就直接告诉我 就 您说的这么一大套 需要多少钱 不贵 才八万九千九 最多啊 抽补过十万 这么贵啊 这么贵啊 这还贵啊 这不可补啊 要是真把这十万块钱全给了他了 那咱俩不得到大马路上白揪戏去 一点都不贵 绝对无超所值 那去看几个嘛 那去看几个嘛 要不这样 叔 咱俩先歇会 大哥 要不咱俩再看会儿 要不这样 咱俩呢 先歇会儿 然后再看 然后再歇会儿 再看 要不这样 咱们吧 先再看好几会儿 先一小会儿 走吧 我跟你说 我真太喜欢那个草坪 那一切都是我想象的样子 太美了 就顶这儿 就顶这儿 您啊 你说哪儿是哪儿 请请你 那小姐 您具体的酒机时间 是什么时候 看我这肚子不能等 又快又好 好 来 我们这边呢 最快要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之后都五个月了 穿不了漂亮婚纱呢 小姐 是这样的 如今呢 这婚姓市场特别火爆 要想订我们酒店得提前大半年 才能预订得到 您呢 算运气好 赶上了 这上段新人呢 今天早上刚刚退订 要不然呢 等到您生出来 您也排不上 那要不然算了 哪儿办不是办啊 是不是 不 我就要在这儿办 既然要办 我们就办最好的大蓝特派 就这儿老定了 那您先付一下定金 我们好给您预留档期 好 好 这边请 那不行 那怎么能行呢 到时候你肚子就大了 两个月以后你说 你能挺个大肚子去办婚礼 但沈小满脑子没问题吧 这时候办不就是走个行事吗 错误都来不及呢 还挑什么挑啊 这酒店也太贵了 酒席场地费 十桌就五万块钱 我看你换一件吧 十万块钱的婚礼 再加酒席 我说你们两个 有没有预算的概念啊 不行 我不出 那就等 跟她好 没见过大肚子结婚是吧 让她见见 小满不行 妈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这还省钱呢想着 这可是你儿子我终身大事啊 大婚啊 这辈子就这么一次啊妈 就这么一次 再说了 像您这种身份 当然咱们得办一个高端的 有档次的 漂亮的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忽悠你妈了 这时候你有讲究了 我也看出来了 你不把你妈的钱折腾完呢 你是不罢休 嗯 行吧 嗯 总算有一件事 我妈跟你妈是达成共识的 就是不让我办一个 我喜欢的豪华婚礼 哎 你这 晚晚呢 商量商量 把这婚庆的钱啊 就酱酱 好不好 然后呢 咱们就订这地儿了 争取把钱数控制在 控制在十万里里 我觉得这事呢 就极大欢喜了 他们俩呢 以后肯定也不会再积累了 你说呢 嗯 好吧 我的廉价婚姻就开始于这场廉价的婚礼 哎 十万还蓝价啊 你不知道现在通过膨胀啊 哦 哼 我啊 我看我得从现在开始好好端着身体 你养好我的肾 哦 这么说你要肉肠吗 肉肠 我得养好我的肾 我怕哪天我真是没钱养你了 我得卖肾养你 知道吗 懂不懂什么尿 好质量才能卖出一好价钱 行行 感动的痛苦留情 好 哎 你这孩子你干什么呀你 快救了 快救了 你抢他干什么呀你 快救了 哎呦 别跑了 你看你这孩子孩子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给我站住 你这孩子 你帮我拿去 来 不是你你你去干吗去你 我送药去 我再不去他们就药断了 我告诉你别去啊 说话那么难听你 上赶他干什么呀 你还真生气了 父子没有隔夜愁 那气头上的话还当真的 我们去 到时候又说你图回报 行了行了 你回屋待着去吧啊 我这是大事 我马上就去 到那儿我就回来 话都不多说行不行啊 是你还干什么干什么 我不管了 你说牛奶这孩子是真够讨厌的 行了 你别太生气了 牛奶 牛奶 是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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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站住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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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吗 在呢在呢 都在屋里呢 这院子收拾得真干净啊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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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婆婆来了啊 快来 我这做爱的啊 憲哥 ה 妈 你怎么来了 孩子 想你了 我来看看你 妈 你哪有没收测钱啊 亲家来了 来了 来了 有客人哪 妈 这是我发小陈南 他来看看我父母 你好你好 我是蘇桥的婆婆 你好阿姨 我儿子没在家吗 那个立东去上班去了 他刚辞职怎么就去上班了 也不歇歇 妈 他不是辞职 是换工作了 现在忙着呢 你看我这儿子多忙 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个药一定让你妈熬到时候再喝 清姐 清姐 我那饭马上就好 咱一起吃饭 不能走 吃饭 对对对 老头子在家等着呢 我就不打扰了 吃个饭再走吧 妈 清姐 清姐 你不待会儿 清姐 清姐 刘布 清姐 清姐 哎呀 差点忘了 就你你拿来给孩子熬的这药啊 我都拿单位去检测了 这药呢 有两位药有些个滑雪残留物 尤其是这个当柜跟当森 这是不是购买的渠道不太正规啊 这怎么可能呢 我是一家中药店一家中药店 一味药一味药买的都是正规的 都正规的药店 我跟您说 这如果有化学残料物 孩子吃了可是 对身体伤害非常严重 我是搞食品安全的清姐 你想想 那个爸 那今天不说这个了 刚刚不说了 我这药啊都是常患常新的 再说呀 我也是做了一辈子饭的人哪 这食品安全就没出过问题 清姐 我跟您说我们要相信科学 要尊重科学 您看这白纸黑字写呢 这个这个我看不懂 您看这个 但是呢我敢保证 我这个中药绝对没有问题安全 清姐您这个中药也许真的没问题 可人就不一定了是不是 您看我们家乔乔这检查报告 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他是没问题 您说轮也该轮到立东去查查了 是不是啊 素乔啊 没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吗 立东会有问题吗 妈 咱今天不说这事了行吗 回头你这药我好好吃 行吗 孩子 静静是这意思啊 既然我孩子没问题 我看这药啊 咱就能不吃就不吃 小二 食药三分多 爸 你这话说得你也不分场合 今天陈南还在这呢 你觉得合适吗 对对对 我也觉得当着外人 人说这些话也不合适是吧 说来说去我听明白了 不就是让我儿子到医院检查吗 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下个死命令 让他到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如果没问题了 这药咱们接着喝 是吧 今天真是哪出啊你们呢 真是好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我来受人气来了我来 怎么了 是不是他爸又跟你说报告的事了 你也知道吗 他爸就这人画牢 你说他们拿个苏朝的报告就欺负人哪 儿子你也去拿个报告 回头让妈给你相个近况 我还给他们家送一份 让他们再说我这药 说我这药有问题 妈 你怎么又提这检查的事了你 我不提检查啊 你去看看吧 他妈都要给他找夏佳了 夏佳 你还发小呢 蒙谁呀 我这眼睛血亮的 你跟妈说 你到底去不去医院检查 你让我再想想吧 想吧 想 再想想啊 媳妇都没了 妈 妈 小薹 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回去认真想了一下 是我的方式不对 对了 那天小新告诉我 说听说苏桥老师想开自己的画室 他还说你要去哪儿他就跟去哪儿 如果这件事是你想做的 我可以来完成它 那是我跟小孩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了 我没觉得这是玩笑 你说你有自己的方式我很赞同 如果开了画室 你可以继续当老师 剩下的那些麻烦是交给我 给自己打工当然更好 我考虑考虑 谢谢 小薹 你记着一句话 只要是你想做的 我会全力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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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今天来了 送药人了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 就是 说药 完了 说到检查 陈楠也知道这事了吧 你妈跟你说了 你们家也真行啊 就这事也能当着外人的面说 再青梅竹马也不行吧 没想说 也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那去了 不是有意的 什么叫不是有意的 你跟你妈说啊 我不去检查 我是有前科的 我是有铁证的 你就这么跟她说 你什么铁证啊 你自己心里知道 姚琪那事啊 你哪个人 上个人都没有缺 People 不得了 有了 刘琪告诉我 舒服孩子跟你跟你根本就没有关系 她什么时候告你的 你别挂我 她什么时候告你的 你自己问下去 我现在问你呢 你自己问他 不合法 你睡什么觉啊你 好 挂什么科 下半生 什么科 下半生 下半生 不就是不预科吗 是是是 医保卡 没带 叫什么名 马瑞 什么 独一鸣 身份证给我 还要身份证啊 你没来过医院啊 后面那么多人排队呢 别耽误时间 沈丽东 沈丽东 你到底叫什么名 都行啊 这 这人 十三号周冬 里面右手第二件 十四号宋凯 里面右手第三件 十五号沈丽东 十五号沈丽东 里面左手第一件 好 头一回吧 头一次 甭紧张 不紧张 咱们这科呀 就是让外边那些 没进来的人 给恶魔化了 是是是 咱们这病啊 也都是糖果色变 给闹的 是是 其实没什么 胆毛发烧一样 是 不是什么大名 是是 只要你配合我们工作 保证明年这时候 让你上计划生意课报到你 大夫 这没检查呢 怎么就定性了 你这 别忽悠我 你看你看 我说看见你紧张 缓解一下气氛 我还落了一些忽悠嫌疑 好 开玩笑开玩笑 不紧张不紧张 直奔主题 直奔主题 那行 结婚几年了 五年 备孕几年了 两年 家族有没有这个 不孕不育史啊 我爸和我妈生的 我没有 好 那个夫妻生活协调嘛 频率是多少 还行 不是太快 没问你快慢 我问是多长时间一次 是 有时候赶上出差了 有时候家里人挺 挺多的 一年吧 大夫 这太隐私了吧 咱能不能直接检查呀 去去去 看你这同志 你让植入主题 我得先了解情况 你说这你都不回答 咱们检查待会儿 是是是 多久一次啊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应该有一次吧 好了好了 放心 有点凉 走啊 没事 脱裤子 脱裤子 沈黎东是吗 对 你还有最后一项点茶 知道干什么吗 我验尿 什么验尿啊 验睛 那边 来 等会儿 这个你拿去 要过面的 拿 我来给你 打开 我来看 就会给你一个人 你自己做的 我来看 那些有没有 我来就能不能吃 我去给你个点饭呀 老公 我回来了 我去给你个点饭呀 不用 我不饿 老公 你今天检查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你说累了 不累 有什么好累的 看了一下午咋事 那个 反正咱们也检查完了 等回头出结果了 咱心里就踏实了 等出结果了 心里就踏实了 好 喂 妈 去了 检查了 那到底怎么着啊 结果拿到了吧 结果现在还没出呢 等出了以后再告诉你 好吧 这结果出来了 咱们底气不就足了吗 我困了 有什么事明日再说 行 那我等你消息啊 好好 就这样 老公你看那什么杂志啊 你想看吗 我能看吗 行 赶紧睡觉吧 你看你这个人 关心吧 还装 你怎么说啊 什么呀 你怎么说啊 电话里怎么说啊 什么呀 电话里怎么说 等结果 咱们 咱们啊 尤其是个表演的 非常好 对于丁贵二的区别 之后 因此对丁贵二的区别的事 但我必须说 所有人在这里 都做了非常好 而且你很快接收到 你的周期的费费 很快 再说一件事 我还有一个预告 现在 Shingu Yu 已经通过了 三个月的测试期 会成为 DCS新的客户管理人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同时也希望 在接下来的合作当中 我们的团队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辆车真不错 里面空间可大了 不错不错 不错吧 是不错啊 这龙虎也挺漂亮 您眼光真好 我们这款车是专门为 精英巫视白领打造的 特别适合像您这样的气质 您一看就是高管机吧 都看见你是高管 好业 来 你再看看吧 反正你开新车 我开我们家燃燃救了就行了 出境那么长 那怎么行啊 咱们家沈总刚刚上任 当然得赔新车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谷宇在你们家的地位 是越来越高了 富光现在官比你大 车比你好 是啊 我看啊 我们家谷宇在努力努力 我就可以退居二线了 当一个真正的家庭妇头 你们俩 这一唱一和了挤着谁呢 听不来了 今天说给你看车 怎么我自己看上了 没事 没事 我不看了 我那车开得挺好的 先生 我们就要这款了 有现车吗 有 明天就能过户提车 好 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 谢谢老公 看你说 看这车 多配我们家沈总 我看您像真总玩的 这么着我也不跟您乱叫价了 一口价一千五 这事的 什么玩意儿能这么保持 对对对 别 谢谢老板 下次再过来看了 一千二不一千二一千二 看一看 等会儿了 快一会儿 倒了 还真有人问 不会出问题吧 出什么问题啊 我跟您说 现在这过来挑旧书的 全是赶上这收藏热 过来瞎起哄的 你说他们对这这纸张啊 印刷也懂什么呀 再说咱这都是封了瓶的 没什么人真拆 他就是真拆了看出来了 那就当看大脸呗 所以说弟弟能坑你吗 你要是早跟我干 早多挣两个钱 这是俩礼拜的分红 八千块 刚十五天就分了 十五天 自己家买卖就是一天赚了钱 他也得分哪 回头请你吃饭啊 拿来拿来 拿来拿来 你猫猛猛猛的 不 我怎么回事我回来去啊 真不想跟你把衣服剪了 你儿子又不是别人 不是你觉得这几天劲儿劲儿的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到那以后你高高兴兴的 别吃顿饭了 囊囊囊囊 老公 干嘛呢这是 等你呢 谁的车 我的 怎么样 车不错吧 运输用的 今儿怎么样老婆 挺好的 真挺好的 走 老公请你吃顿大餐 吃饭就是什么日子啊 吃饭还用挑日子 上车 爸妈都等着呢 早明 什么情况啊 老公 今天给什么日子 儿子 你不要出来吃饭 你两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把大儿子请你吃饭 还用挑什么日子 就是啊 妈是说呀 你要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这不一样 这不一样 这吃的不是菜 这吃的是心井 对不对 没错 气饭 气饭 对呀 我得尝尝这豆腐豆腐的味不容易 来 是吧 来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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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 来 来 来 这什么样人挺好喝的 不错 是熟 还行 我觉得啊 这个前一阵啊 甭管什么原因 我们家的气氛 有那么一丝丝的紧张 有些人 他的情绪 有一点点的不愉快 所以呢 这个儿子 就请你们吃个饭 叫我妈高兴高兴 正好 新找了那个工作 这个奖金也发下来了 可是你这到底新找个什么工作呀 没看你去几天怎么就发钱了 这小范啊 弄了个书摊 也算扮个老板嘛 以后你儿子要在这个旧书市场的海洋里边 要好好的折腾折腾了 不是 你弄一个书摊 干嘛还旧书市场啊 爸 这你就不知道了 现在这个弄旧书啊 是一种潮流 弄旧书不仅仅是买卖了 有时候也算半个文化产业 就跟导弄那个古董的性质是一样的 有时候我觉得 这活儿挺好的 第一呢能挣钱 第二呢 特别符合我这个文化人的素质 这听得倒是不错 但是这做买卖你懂不懂 回头再让人给骗了 这现在社会多复杂 对对对 不会的 这什么骗不骗的 钱我也拿了 饭也请你们吃了 这就是那旧书啊 对啊 谁没事拿钱骗你 以后啊 你们二位就等着享福吧 不过儿子你还是让我跟你爸 去看看那旧书摊 我们看了心就踏实了 没问题 这事啊 到时候 沈总我帮你安排吧 你看我儿子多有样啊 这一家人高高兴兴的 真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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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约了古语一块吃饭吗 快走吧 是啊 等会儿 我估计情况有变 喂 古语 老公 我走不开了 我现在没时间 喂 约约你把那文件放哪儿了 我说要归类归类 到现在是找不着 我放到这儿了 喂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忙着呢 不是 归 怎么了 怎么了 去不了了呗 自从她换了那个新办公室啊 都快把她当成家了 周六周日加班不说 现在可太好了 打着电话连人都不见了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 要不然咱俩一块儿吃吧 行啊 一个人只能凑合 两个人还像个吃饭 我吃到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品 我带你去 辣 我这吃辣的功能啊 算是彻底萎缩了 你不嫌辣呀 不一鸣同事 我是重庆着你忘了 我还真是啊 我还真是给忘了 你这个人问题也该解决了吧 你把眼光放低一点 让既能安个家 又能有个人陪你吃饭 两全其美多好的事啊 老大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我工作的时间由你拆解 我休息的时间 还要随时等待你们家女王的照顾 我这辈子 算是完全栽到你们两口子的 手上了 那干脆 你改名叫度假 过户到我们家 给我们家当归女 咱仨一块儿活 怎么样 你占谁便宜呀 还坏了 为什么还没有拿到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九点钟之前必须解决 行了这事你不用管了 我给她花一秒 我给她花一秒 你先换了衣服再忙吧 不差这一会儿 已经拖了两个小时了 今天晚上又拿不到许可证 明天所有的工作者控制 我给她花一秒 行了 老公你不用管我了 我这焦走烂额的 你先睡去哟 您也早点休息 别太晚了 我会把她花开 我用在睡醒了 你还要在睡醒里 我可以把她花开 你给她花开 我还要把她的色彩 我把她花开 我小时收拾了 她把她花开 凉鱼 喂 哪啊 大点声我听不见 哦 一彦 哦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大夫 您好 你好 怎么样 结果 没有什么问题吧 从目前报告上来看 没有气质性的损伤 前列腺和内分泌都比较正常 你看看我说没问题吧 我妈非得让我来接 但是 但是 你说 你说 你的精子存活率比较低 达不到正常的范围值 所以呢不能成功地使你放手月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来说 属于经验异常不遇症 异常不遇症 精子存活率低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死精症 死精症 都死了 那倒没有 但是成活率不高 是不是检查有什么问题啊 对我们医院不相信 不不不不 是不是 我 我那意思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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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那一批啊 不太坚强 都死了 咱换一批不死的 是不是再检查一下 如果你有这个要求 我们当然可以达到 但是呢 我建议啊 没有这个必要 你还是先看一下这个报告吧 上面写得很详细 如果不懂可以问我 如果不懂可以问我 我们就一阵夜 感谢那种种考验 我们才有春天 可能会不错 告诉我 这种可爱的人 因为你还能和你家 才会在 nope 我没有卖的人 你又在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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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適 却你所爱 爱你所学 一生守护一句誓言 从深暗的注定轻声缘不浅 特别辜负 永恒永远 选你所爱 爱你所学 懂得太多 寂寥了解 从深暗的注定轻声缘不浅 特别辜负 永恒永远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